这绝对是美国影史上最经典的丧尸大片 也是唯一不可以和釜山行相媲美的电影 它就是2013年上映的《僵尸世界大众》 强烈建议艾特尼的大渊主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发生在美国的一处繁华街头 退休的联合国调查员带着家人忘记 远处却发生了爆炸 所有人被吓得四处逃走 一个交通警察上前查看 却突然被大卡车撞飞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大卫知道事情一定不简单 立即带着家人逃离 而此时丧尸病毒已经全面爆发 这些丧尸行动速度几快 传播速度也极为不 被咬到的人 只要12秒就会被完全感冻 人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挡 接到很快陷入一片混乱 大卫带着家人找到一辆房车 一路横冲直撞才勉强逃离这里 整个城市也宣布沦险 逃出城市的大卫接到上司老黑的电话 说会安排一辆直升飞机接他们离开 他们来到下一个城市 打算找到一个高点的楼顶 残不知这里已经被丧尸占 他们赶紧跑进公寓 经过一番逃生 最终他们被一户人家收留 大卫邀请他们一起逃生 但他们却对外面的世界更为不一 大卫只好带着家人前往天台 而留下来的一家却在下一秒遭遇了袭击 打开通往天台的大门 身后突然扑来一只丧尸 把大卫压倒在地 危及关头 是好心人家里的男孩救下来 原来他的父母已经被感染 跑到天台的大卫赶紧跑到边缘 因为刚才丧尸的血液溅到了他的嘴 经过12秒之后 他才确定血液不会传染 这时救援的直升机也到了 大卫赶紧抵住丧尸 等家人安全之后 还跑向直升机 身后的丧尸破门追来 在士兵的火力掩护下 大卫也成功逃脱 几人终于逃离了城市 直升机降落在海上的一艘大船人 这里暂时是安全了 安置好了家人 老黑也刚所了解到的一切告诉了大卫 这次的病毒是世界性质的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冲到抗云 船上最高的长官找到大卫 希望他能保护博士找到抗云 这也是接大卫来这里的目的 而大卫并不想接受这个任务 长官很委婉的道德 这个船上不养闲 想要保护家人 最好的办法就是阻止病毒继续破产 过于压力 大卫只好和妻子走 目的地是棒子博 那里是第一例病毒的人 出发的途中 博士还在坎坎而叹 可是刚下飞机 就给自己来了一个暴头 真是出师为洁身先死啊 大卫任务已经失败了 但是他决定继续进行调查 根据幸存者的描述 以色列在病毒爆发前 建好高高的围墙 并且拔掉了所有人的牙齿 这一切绝对不是桥 大卫决定向以色列出发 丧失病毒席卷全球 而以色列却幸运人 就是因为这个为抵御丧失 而筑起了城市 大卫找到了相关事件的负责人 询问他为什么以色列 能够预知这场灾难 长官却说他们也只是 解死人跟印度的情况 所有的起源应该就是印度 可是此时的印度已经彻底不见 他们来到广场 发现许多的信徒 正在歌颂上的恩赐 殊不知危险已经近在咫尺 大卫提醒负责人声音太大 可是话音刚落 无数只丧尸便翻过了城墙 人群立马散作一门 城内的士兵拼死底下 但是丧尸才不会畏惧枪连弹 直升机也试图攻击翻墙的丧尸 可也只是杯水车星 在逃跑的途中 大卫发现丧尸席卷之处 一个老人竟然没有受到攻击 可是根本来不及多想 就被淹没在了人群之中 紧接着再次看到 丧尸没有攻击一个 受骨灵巡的男孩 丧尸越来越多 他们躲进了一所建筑 扔出手眉 将丧尸掀翻 一个丧尸偷袭了士兵 咬到了他的手指 大卫来不及多想 手起刀落 砍下了士兵的手臂 士兵疼得哇哇大脚 大卫却在心里做起了倒计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士兵并没有变异 直升机前来救援 但由于飞得太低 直接被扑过来的丧尸拉至坠火 看着一架一架的飞机起飞 大卫知道现在在不许 真的得不了 于是直接带着士兵拦截了飞机 这才得以同意 飞机起飞后 大卫为士兵包扎了伤口 回顾所有的限制 他想起了那个 幸免疑难的老人和男孩 也许这将是解救人类的突破口 他赶紧给老飞打了电话 让老飞寻找最近的医院 获得医疗研究 他要开始论证自己的观点 随后将电话交给了机长 机长确认后 决定了降落的地 可就在这时 一只小狗对着卫生间狂吹不止 空姐见状打开了卫生间房门 却被丧尸扑倒 听到声音不对 大卫上前查看 却看到丧尸正在袭击乘客 大卫见状 示意众人不要出声 并且打算用行李给做通道 但是根本无济于事 丧尸很快就冲破了空间 眼见局势危急 大卫直接甩出了手 随机拉着士兵握倒 飞机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丧尸和乘客大部分都被甩出了飞机 大卫和士兵赶紧计好了安全 飞机受损 迫降在了一个森林里 再次醒来 大卫只是被供弃斩上 并没有死 远处还有被困住的丧尸 断手的士兵也幸远拟难 两人搀扶着来到世界卫生组织机 大卫因为失血过多昏了过去 三天之后 大卫醒来 他向研究中心的人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他认为丧尸只会攻击健康的人类 所以想要将人类作为宿主注射病毒 这样就能够避免丧尸的攻击 研究人员觉得他说的方法而已 但是存放病毒的实验室已经被丧尸占领 为了拯救人类 也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家人 众人决定输死一步 众人小心翼翼地经过走廊 在拐角处却不小心发出了声音 丧尸被声音吸引过来 士兵开枪解决了丧尸 紧接着其余的丧尸闻声赶来 大卫敲击扶手 制造声响 吸引丧尸 对有钱去实验室哪样的 但最后士兵两人却因为丧尸的各种流行 不得不跑回安全区域 大卫乱跑进一间实验室 将引来的丧尸关在门外 轻松解决掉了漏网之余 大卫独自来到了病毒实验室 根本分不清哪个才是有效的病毒 大卫只能所有病毒都装进 正想返回 却被丧尸堵在了门口 大卫做出了一个大担心 他要以身试图 知道九死一生的他 提前对着监控留下一言 终于他拿起了病毒 注射到了自己体内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卫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 他拿起病毒 丧尸就像看不到他一样 实验成功了 众人着实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大卫穿过肚子 喝了一瓶82年的拉菲症状 然后故意制造噪音吸引丧尸 丧尸闻声冲过来 大卫也不用再躲藏 同丧尸大群中优雅走 世界卫生组织很快就研制出了一种命运伪光的影 并投放到了世界各地 最终军方凭借伪光一名 将丧尸全部消灭 最后大卫也忠于安全了 感谢观看